哈喽哈喽,我是Frank,今天咱们来到69课,这课的名字叫But Not Murder 这题目看上去是半截话,没说全,怎么上来就一个but转折了呢 像这样的句子在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并非怎么怎么样 但不是什么,其实就是并非的意思,并非是谋杀 那么这个murder这个词呢,如果咱们经常看好莱坞的电影或者是美剧的话 这词会经常出现,像我就非常喜欢看这种破案的侦探类的电影 好,murder这个词呢,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表示谋杀 比如说大屠杀的话,前面加一个mass mass这个词呢,本身就表示大量的 然后还有一个词也是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叫连环谋杀,连环杀人犯 那就是serial murdered 另外呢,serial这个词呢,还可以表示电视剧的意思啊 就表示连着的一个事情 好,还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词叫逍遥法外 就是杀了人之后还能逃跑,叫get away with murdered 当然这是一个口语的用法 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用法 好,那么murder这个词除了表示谋杀 还有一个意思表示遭罪的经历 这个是我要额外补充给你的 因为很多人见了murder,第一反应它就是谋杀 所以看到下面这种句子,就怎么都翻译不出来 怎么跟杀人有关了呢 比如说it's murder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it's murder trying to do something 这个在翻译的时候,千万不能翻译出半点谋杀的意思啊 它就是什么呢,遭罪 你让我去游泳简直是要我命啊,我不会游泳 或者是你让我去坐过餐车简直是遭罪 我可死都不能去 同时这个词还可以怎么用呢 你会见到这样的用法 the wings were murdered 这个风是杀人 不能这么翻译了啊 应该是这个风刮得非常的厉害 这个风大的要命 另外你注意,上面这些用法 这个murder在这里面都是名词啊 同时呢,这个murder还可以做动词 表示杀谁啊,比如说用什么东西杀了某个人 你可以说to murder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好,接下来咱们看课文啊 你看先看右边的小图 这俩人不是贼啊 这是一个驾校 一个老师带着学生练车呢 在这啊 首先看第一句话 I was being tested for a driving license for the third time 第三次接受驾驶执照考试了 考了科目三考了三次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语法现象 叫做被动语态 我被测试 I was being tested 然后这时候你会问了 为什么加一个being呢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叫过去进行时 这就表示在你叙述一件过去事情的时候 你说当时我正在接受我的第三次的驾照考试 所以呢,这就是在过去的一个大语境之下的 进行时的一个被动语态 好,后面用了一个for 说明这考的是什么呢 for a driving license 这个license表示许可证的意思 比如说办学许可 或者是捕鱼许可 像这海上那些捕鱼的人啊 这不是说随便你开个船就让去的 你得获得这个fishing license 包括有的人找这个私家侦探啊 说你给那谁谁给我拍几张照片 这不是谁都能找的 犯法的啊 干这种私家侦探需要有执照的 叫a detective's license 然后给谁发许可证 比如说你这允许办学啊 允许开店 那我给你发个许可证 你可以 但最简单的用一个gif也可以 但是比较正式呢 叫issue 就是发布 to issue somebody with a license 另外我们经常说的车辆的牌照呢 就是a vehicle license 然后说这个饭店 它没有进行许可 没有许可证 它不应该开业 你就可以说 the restaurant doesn't have a license 好,那么课文当中这个 driving license 就是驾照的意思 它考了几次呢 for the third time 第三次考 好,第二句话 I had been asked to drive in heavy traffic and had done so successfully 这句话同样也是一个被动语态 所以说在这儿 你就可以提前看出来了 这一节课将会有大量的被动语态 因为这一刻复习的语法现象 就是被动语态 I had been asked 咱们先这样啊 咱们先不看它的had been 这个完成时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 大体是什么意思 我被要求干什么呢 asked to 就是被要求 drive in heavy traffic 咱们先把这heavy讲 heavy呢 本来表示重的 那这个词 其实之前也出现过 我说大雨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叫heavy rain 或者是heavy snow 那么这个词 heavy还可以表示大量的 非常多的 非常密集的 那么同样也可以来形容 交通 比如说这条路上的交通 比另一条路上的拥挤 你可以说 traffic is heavier on this road than on the other one 好 接着再看后半句话 这是and连接的一个并列的关系 and had done so successfully 也就是说做得非常的成功 因为他按照要求 这旁边的考官 开始了考的时候 让他在这个拥挤的路上行驶 然后他圆满完成了 好 这句话的意思咱们了解了 接下来咱们研究研究 他为什么用的是had been 首先这是一个完成时 完成时的特点 就是给设立了一个时间节点 然后我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 完成了什么事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完成时 你可以看一下我下面给你画的结构图 中间这个蓝色的 就表示你现在说话的视角 因为我在叙事 我叙事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在这个小竖条之前 我已经完成了拥挤路段的考核 那这个小竖条之后 是他要接下来进行的下一个阶段的考试 所以说这么一来 你就理解了为什么这里要用完成时 好 接着来说完成时咱们确定了 接着为什么用过去完成时呢 这就好办了 因为通篇的故事是一个过去的语境 所以说就不能用I have been asked 就是I had been 变成了过去完成时 好 接下来 After having been instructed to drive out of town I began to acquire confidence 这句话我要先告诉你 它整体是什么意思 然后咱们再把它细致的拆解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刚才不是在这个城市的拥堵路面 开车来的吗 那么现在这部分你完成了 过了 接下来往处开 开出城去 给我把速度拉一拉 所以这个小黄毛 就是图里面拿着这个方向盘 这个人啊 这个是以他的视角的叙事 他接到了把车开出城的这个指令 然后开始变得非常有信心了 为啥呢 因为这城里的交通拥堵 我都能开明白 外面还开不明白吗 觉得肯定能过啊 好 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明白了 接着咱们再说这句话里的细节啊 首先先消除一个单词的障碍 这里面有个词叫instructed 这个词的原型叫instruct 这个词被用的最多的意思呢 就是教谁做什么事 它就相当于teach 教导或者是训练 比如说教某人 这个句子呢 就是to instruct somebody how to do something 教谁做什么事 同时这个词还可以表示吩咐的意思 to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吩咐某人去做什么事 或者是告诉某人什么事 to instruct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另外这个词 在现在的比如公司开会的时候 特别是外企 经常会碰到这个词 因为开会之前的每个会议室 都要进行一个hse的一个instruction 就是给你播放一个几分钟的短片 万一这个屋子着火了 我们该往哪跑 这个是每一个会议之前 必须要求做的事 好 那么现在instruct这个词 我们解决了啊 how to drive out of town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以这个town 以这个小镇子为中心 来往出走 out drive out of town 好 最后咱们再来说这句话的实态问题啊 你看前面看上去很复杂 after having been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 这肯定不是一句话的主句 因为主句肯定是谁谁谁怎么样了 肯定要有个主语在啊 这句话里没有主语 所以它的主语在后边呢 I began to acquire confidence 我获得了信心 这才是主句 所以说前面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便便行 把它变成主句 那就可以是 I have been instructed 我被要求出城 然后 and then 接着 I began to acquire confidence 接着我获得了信心 理论上比较啰嗦的一个写法 是这样的写法 但是我们知道 这样写是很啰嗦的 所以呢 前面我们就用了 after having been 那么在时间顺序上呢 也体现出来了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我感到有信心 这件事前面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后半节这话里呢 可能还有一个词不认识啊 I began to acquire 这个词表示获得的意思 像经常听我讲 怎么学英语的人 对这词很熟啊 为啥呢 我经常提一个词叫 acquisition 是来自于 它的一个变形 变成了一个名词 acquisition表示获得的意思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 二语习德理论 学英语呢 分习德跟学德 学德呢 就是learning 通过学的方式 做题的方式 那么习德呢 就是所谓的获得 通过接触的方式 去获得一门语言 那么这个acquire 就是acquisition的动词原型 它叫获得 或者是学到一些知识技术 或者是语言 同时呢 也可以用来表示 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 来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五年之内 Mary学会了汉语 Mary acquired a good knowledge of Chinese in five years time 这就是得到了 获得了 学到了一个新的语言 那么接下来的用法 就表示养成一个什么习惯 比如说Tom 养成了抽烟的习惯 Tom acquired a habit of smoking 好 接着我们看看 获得后面这个词 叫什么呢 confidence 这个词之前课文也是出现过的 已经带过 这个词表示信任 也可以表示自信 注意 它是一个名词 如果是形容词的话 就是confident I'm very confident 那confidence 名词怎么用呢 比如说完全的相信某个人 或者某个事 你可以说 to have confidence in somebody 或者是 to have confidence in something 如果是完全相信的话 你可以是 have every confidence in somebody 好 得到谁的信任 你可以用一个词叫 gain 获得 或者是get 也可以更简单 to gain 或者是 to get somebody's confidence 注意 这时候不要翻译成 获得他的信心 这是获得他的信任 好 那么信心 自信 怎么用呢 就两个例子 比如说充满信心 满怀自信 你可以说 to be full of confidence 或者缺乏自信 失去的信心 就是to lack or to lose confidence 好 接着往下看 Sure that I had passed I was almost beginning to enjoy my test 这就是所谓的翘尾巴了 感觉在市区里边的拥堵路段 开得不错 飘了 都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小手的底下笔叶了 已经 因为你看他说啥呢 I was almost beginning 他已经几乎开始 怎么样 enjoyed my test 已经开始喜欢上这个考试了 太狂了 天狂有语 人狂有祸 好 我们先看看 他这前半句说的是啥 叫sure 这词表示确定 我已经非常sure I'm sure very sure about that sure that 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省略句 你可以把它还原一下 还原成最一本正经的 I'm sure that I had passed 但是这个太正经了 你还可以还原成什么呢 being sure that I had passed I was 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feeling sure 我感觉到 非常的确定了 那后面这个 过去完成时 你看在这节课里面是翻来覆去好几次的出现 为什么用过去完成时呢 首先能不能用现代完成时 不能吧 因为整个通篇全是过去的在叙事 然后我们研究他为什么要用完成时 因为在描述这个心路历程的时候 他要告诉你哪个事是先发生的 哪个事是后发生的 要给你几个时间节点 只有通过这种过去完成时才能体现出来 就是我心里已经感觉到 我已经过了 这个事先发生 然后我才能 I was almost beginning to enjoy my test 我才能够开始喜欢这次考试 好 那么接着回到课文 咱们把这个分词做状语的例子 再给你补充一下 刚才说了 这个sure that 其实是省略了being sure that 或者是feeling sure 这叫现在分词 它可以做状语 那么过去分词 比如说interested 就是加异地这种形式 它也可以做状语 举个例子 由于对故事情节很感兴趣 它两个小时就把书读完了 这句话 咱们没有必要磨磨叽叽地说两遍 He was interested 然后怎么怎么样 前面直接用一个过去分子就可以了 Interested in the story He finished reading the book in two hours 好 最后再讲一下这句话里的 Beginning to enjoy my test 享受我的考试 喜欢我的考试 这里面来三个词对比一下 Enjoy Entertain Amuse 他们几个都有喜爱 娱乐这样的意思 首先咱们看看enjoy 在很多电视里 我看经常中国人还这么说 我很enjoy这种感觉 这就是我很享受 我很喜欢这个事 来咱们举三个例子看看 夏天我喜欢游泳 I enjoy swimming in summer 注意这个enjoy 咱们之前的课里说了 后面加的是动名词的形式 再来一句 我这次去海边玩得非常的开心 I enjoyed my trip to the coast 这家名词 我们玩得真开心 We really enjoying ourselves 好 接着来看 Entertain这个词 我觉得你应该听过一个大名词 叫Entertainment 表示娱乐 娱乐这个领域的大名词 就叫Entertainment 是由Entertain 变过来的 Entertain这个词 它是一个动词 它主要有两方面含义 第一个方面 就是表示招待 款待 请客 这个意思 比如说周末 我经常招待朋友 We often entertain friends at weekends 接下来 Entertain第二层含义 就是跟咱们的enjoy 包括amuse 差不多了 就是给谁带来快乐 让谁感到娱乐 比如说Sam叔叔 Uncle Sam 一连几个小时 逗孩子们乐 逗谁乐 逗门 逗乐乐 你就可以用这个 Entertain或者是amuse 都可以 Uncle Sam Entertain或者是amuses the children for hours at a time 好 最后再说说amuse这个词 当这个词表示逗乐 或者逗笑的时候 经常用在被动语台里 当然主动语台也可以用 只不过是被动语台用的更多一点 好 咱们来看两个例子 她的故事逗的孩子们很开心 His story amused the children very much 好 她父亲那些逗人的故事 使她很开心 这就是被动语台 She was amused by her father's funny stories 好 另外再补充一点 你看右边画了个摩天轮 像这样东西所在的地方叫amusement 但你多看美剧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词 它是一个非常高频率使用的 比如说我讲到摩登家庭里的时候 这些小孩经常要去amusement amusement就是amuse的名词形式 它就表示游乐场的意思 好 接着我们回到课文 接着往下看 The examiner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坐在他黄毛旁边 穿黄衣服的人 你可以翻译成主考人 或者叫考官 exam 是考试的意思 它的完整形式叫examination exam 名词表示考试 那么它的动词叫examine 表示检查 或者考试的意思 然后在这个词的后面 加上一个er 就表示负责考试的这个人 就是说主考官 主考人 好 接着他用了一个 must have been pleased with my performance performance这词表示表现的意思 比如说家长夸孩子 你的表现真不错 就可以用这个performance 或者是这个汽车 买了辆新车 这个汽车的performance 非常棒 汽车的感觉 驾驶感 表现感非常好 那么在这课文里 这个with my performance 这里面的performance 说的就是他刚才驾驶的 这些情况 他的表现 好 再往前看 with my performance的前面 是pleased 这词就表示 对什么东西非常满意 非常开心 来举两个例子 他们对他的工作 非常的满意 they are pleased with his work 经理对他的秘书 不是很满意 给我换一个 换一个男秘书 the manager isn't very pleased with his secretary 好 至于前面 为什么要用 must have been 这也是咱们之前课文里 讲过的东西 这叫对过去事情 进行一个揣测 比如说他一定玩得很开心 他一定对我有意见 首先这里面有个一定 那就会有一个must 对吧 那么接着 这是一个对过去事情的揣测 如果你说 he must be happy 这是对现在的揣测 怎么变成过去 就是must have been 好 我们接着往后看 他为什么会自我感觉良好 为什么觉得主考人 对他的performance 非常满意 因为 这里面的因为 用的是for 通常可以表示 因为的有什么词 because 或者是as 或者是sings 或者是for 好 for he smiled and said 因为他笑了 没哭 因为他笑着对我说 just one more thing Mr. Ames 只剩下一件事了 现在让我们模拟一个情况 假设有一个小孩突然出现在你车前面 Let us suppose that a child suddenly crosses the road in front of you 好 这句话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词 叫suppose 注意这个词的读音 最后的se发成z的音 也就是震动声带 这词表示假设的意思 设定 假定 这词在口语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 而且有个非常好的句型 就是咱们课文当中 让我们假设 Let us suppose that 好 我们接着来看后面假设的事 假设一个小孩 a child suddenly 这是一个副词来修饰 他过马路的这个状态 是慢慢的过 还是突然的过 就是suddenly 非常快速的突然出现 crosses cross这个词 之前刚讲完 表示穿过的意思 好 后面的in front of you 这没这么好说的 在你的前面 注意这不是in the front in the front 表示在这个东西的内部 比如说这在教室的前端 就是in the front of the class 好 接着这个主考人继续介绍 假设前面有小孩过马路 然后as soon as I tap on the window as soon as 表示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是咱们之前反复练过的 一个词 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as soon as 好 接着后面出现了一个 特别好的动词 叫tap 这个如果有小孩的话 小孩送过这个早教机构的 一般老师都会唱英文歌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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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呢 拍拍拍 拍拍我们的脑袋 拍拍我们的肩膀 这词就是轻拍的意思 比如说用铅笔 轻轻敲桌子 to tap the table with the pencil 轻轻地拍某个人的肩膀 或者胳膊 to tap somebody on the shoulder 或者是on the arm 另外我们经常说的 打拍子 打一个节奏出来 就是to tap a rhythm rhythm这词呢 就表示节奏运律 用什么打 比如用鼓唇打 或者用手打 或者用铅笔敲 就是with something 把这个拍子打在什么东西上 比如说打在方向盘上 或者打在一个水壶上 也可以是on something 好 除此之外呢 这个tap还可以表示 是水龙头的意思 比如说打开水龙头 就是to turn the tap on 那关上就是to turn the tap off 好 那么回到课文里呢 这个tap的是什么地方呢 as a tap on the window 敲的是窗户 前面有人路过 如果我一敲窗户 you must stop within five feet 这个feet是一个计量单位 表示英尺的意思 顺便复习下英寸 叫inch 那么一英尺呢 是foot 单数的就是one foot 那么它变成复数之后呢 就变成了feet 也就是说我一敲车窗 你必须把车给我停在五英尺之内 不能给我溜远了啊 溜远了等于把这小孩给我撞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I continued driving 这个continued表示继续的意思 后面接一个动词ing的形式 and after some time 过了一会儿 the examiner 他又开始敲了啊 tapped loudly 这都没什么难度啊 因为刚才tap这个词咱们也讲了 loud这个词表示大声 好 接下来 though 这个词一出现 就表示虽然的意思 这个词出现之后 我们马上反应 后面肯定没有but 因为这是之前 也是说过的问题了 英语里 这属于连词 所以说两个连词 不能重复出现 though the sound could be heard clearly 虽然这个声音 可以被听得非常的清楚 这句话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接下来 但是怎么样呢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react 但是我还是过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因为毕竟是新手啊 缺乏这个上路经验 这里面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语法现象 就是这个形式主语的问题 it took me a long time 你说这个it什么意思呢 它没什么意思 比如说走到对面那条街 花了我一分钟 那这句话 你把它变成英语的时候 谁花了你一分钟 不是这个马路花的 也不是你自己花的 谁花的 没人 所以说我们弄一个形式主义 it took me one minute 包括像咱们科文的这句话 it took me a long time 很长的时间 好 这个很长时间 是要干什么的呢 用来react 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好 我挺喜欢这个词 表示做出反应的意思 这个词是一个动词 我为什么说喜欢这个词 因为我经常在电影里面 看到一个这样的表达 比如两个人吵架了 然后其中一方就说 你对这个事情反应过度 你反应的太激烈 这事没必要吵这么大声 反应过度 他用那个词叫 you are overreacted over就是过了 reacted把它变成过去分词 然后这个词 就相当于一个形容词了 overreacted 好 那么还是说回到 他做动词的时候 其实跟他意思比较相近的 一个词就叫respond 表示做出反应 对一个事 做出一个积极的反应 就是to react in a positive way 如果是做出消极的反应 就是in a negative way 如果做出的是一个 特别幼稚的反应 特别小孩子气的反应 就是to react something in a childish way 好 同时这个消极的 积极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后面 当作副色来用 你可以说to react positively 或者是to react negatively 好 接着我们回到课文 虽然花了很长时间反应 但是最后还是反应过来了 那马上采取行动 一个急刹车 嗷一下子 I suddenly pressed the brake pedal 这里面的踩刹车 就是这个表达 首先你要知道刹车是什么 刹车它是一个刹车踏板 那么这个词 肯定最后要归绝在一个踏板上面 踏板叫pedal 刹车叫brake 所以说刹车踏板就是brake pedal 然后踩踏板 注意这里用了一个词叫press 就是挤压的意思 压下去 所以这句话 现在就可以理解了 I suddenly 我突然的pressed the brake pedal 最后还有一个词 表示它的程度 是轻踩呢 还是重踩 hard 踩得非常重 接下来 and we were both thrown forward 这里面同样的 还是非常刻意的 使用了一个被动语 就是我们俩被扔了出去 throw这个词 有扔的意思 比如扔垃圾 或者扔铁饼 都可以用这个throw 那被扔出去 就是be thrown 然后向哪扔呢 是向左扔 还是向上扔呢 向前扔 把一个方向性 给到你叫forward 好 接着再看 the examiner looked at me sadly 非常失望的 非常伤心的看着我 对不起 你挂了 他说的是什么呢 Mr. Ames He said in a mournful voice 用一个非常悲哀的 非常悲伤的声调 这里面有一个新词 叫mournful 这个词是一个形容词 它的原型是mourn mourn是一个动词 我记得这词 我高中的时候背的 这词很好背 因为它跟它的中文意思 声音很像 默哀 哀到默哀 mourn 对某人或者某事 默哀 你就可以直接说 to mourn for 或者是over somebody or something 好 然后以什么样的声调 这个用法 in a mournful voice 当然你可以把它替换成 用一个比较激动的声音 或者用一个比较高兴的音调 告诉了他 那就是 he told them the news in an excited voice 如果是比较悲伤的 你也可以同样 用一个更简单的词 叫sad 好 那么这个examiner 他告诉他什么事了呢 you have just killed that child 你刚才把那个小孩给压死了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意思就是 我刚才tap完这窗户 敲完窗户 你没有在 five feet 给我停下来 这小孩就没命了 好 接下来呢 进入这节课的语法部分 这个很明显了 这节课练的主要就是被动语态 你看啊 前面我们学了多少次被动语态了 第十课 21课 34课 45课 跟58课 都学了被动语态 除了学了他的基本形态之外呢 还学了他跟情态动词连用 还有这种在动词 嘉宾语家不定式的结构中 怎么去使用 另外还有他在过去完成时当中的使用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啊 首先在一般过去时的时候 怎么被用的呢 最近他被一个客人弄坏了 还进那个钢琴那个课 是吧 他爸最爱的钢琴 被一个来访的visitor给弄坏了 recently it was damaged by a visitor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个跟情态动词连用的 家住在飞机场那刻啊 过往的飞机日夜不绝于耳 passing planes can be heard night and day 好 接下来再整一个 must跟被动语态的完成时来联用 over a hundred people must have been driving away from their homes by the noise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个被动语态 用在过去进行时里面 这也跟咱们今天课文的第一句话很像啊 人们正在用火车 把他的自行车送回家 这是一个过去的大语境之下 然后表达一个正在进行的事情 the bicycle was being sent to his home by train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个被动语态用在不定式的结构当中 他从来没有指望那个小偷能被逮着 就是自行车丢了那刻啊 he never expected the thief to be arrested 好 再来一句 用于过去完成时的时候啊 整个村子很快就会知道 有一大笔钱丢失了 这讲的是那个屠夫那刻 那么在这句话里呢 整个村子知道 这句话呢 已经是一个过去的时代了 那么丢钱这个事 是在村子知道再之前 所以用过去完成时 the whole village soon learned that a large sum of money had been lost 好了 关于被动语态 咱们就复语到这里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69课的全部内容 我是Frank 感谢你听完 咱们下节课再见